再来关心县议议会的县政总职群的消息 花莲县议员高晓成他针对0918地震造成 灼溪地区的交通不方便 还有连日豪大雨损坏了部落检疫自来水等问题 要求县政府应当检测目前可通行的桥梁安全性 还有设法解决部落民众民生用水的困难 0918地震震断了轮天及长梁大桥 造成目前灼溪地区民众必须改走灼溪大桥 县员高晓成表示 轴富大桥在地震当中也有部分的损坏 他要求县政府要立即检测轴富大桥的安全性 以免因为庞大的交通承载 让桥梁无法附和 我们现在主要就是那边的交通 主要就是轴富大桥 包括上班上课晚上加班都是走那一条 那因为这座桥目前在使用当中只有用这一座桥 所以承载量非常非常的大 那在地震的时候它也有这个桥面有一段也有雨位 所以我想请我们省府还是要派我们专业的人员去那边做一个安全的检测 安全的检测并且把这个检测的报告送到 不是 这个告诉所有大众 让大家能够知道这个桥梁的安全有多高 因为长梁大桥跟这个轮天大桥将来的重建大概要花两年多 两年多的时间那都是要走这一条 如果我们这个安全不够 也要请政府这个随时的监测来这个保障我们民众的安全 另外新闻高小城也提出了清水部落和卓乐部落检浴自来水 遭到豪雨土石冲刷损坏 要求省政府协助来解决居民的用水问题 检浴自来水部分有比较多的困难 特别是清水部落 这个这几天的下雨又让他们的检浴自来水非常的混浊 没有清的干净的水可以用 混浊的水不但不能饮用 连洗衣服洗澡都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想请这个我们省府这边的监民处 检浴自来水的这个承办 能够再重新看我们怎么办 这个检浴自来水部分 是不是要这个协调我们自来水公司 能够也去用自来水公司 这个在清水部落 卓乐部落这边做一个改成 这个自来水公司来装设这个管线 高晓晨表示天然灾害修复需要长久的时间 但是民众的日常生活并没有间断 希望省政府能够重视这些问题 确保民众的生活品质还有安全 这里会幻视报道